大人 我们有敬于刑迹的人 早就将一些证据拿了上去 为何不肯割 沈正直问道 汪存叶并不是专业反侦查的人 他以为痕迹不露 实际上在专业人士眼中 还是露了痕迹 县令范家沉默了一下说着 你说的自然是对者 但是道工的理由也不畅 还有十天就是合补法会 道工已经说了 不会给予豁免令 今沈正直表情默然 他叹着说着 法会九死一生也足够了 再说道工才受了公民法职 不到一个月就要隔去 这会大大削了道工的颜面 有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说到最后就是一声叹息 政权的根本就是暴力 在暴力不能延伸之处 所谓律法也不存在 侠以武犯禁 而王法之令犯禁者诸 令隐约杀之 三百年前道法不写 官府对那些神通武功之事 快意镇压 无人敢反 只是三百年道法显示 地权清费 政权的力量就每况愈下 让他痛心疾首 乱天下者贼道也 何日波云青天 圣天子出世 扫荡道法 还我乾坤 神正直听着县令 惆怅叹息 猛握住拳 指甲顿时切入肉中 鲜血淋漓 心中愤闷 如火山一样喷勃 面对这景 国之不国 有志之事 都要痛心疾首 面观痛苦 此时在大眼观内 王存叶跌坐在云榻之上 眼帘低垂 呼吸绵长细微 渐渐地 天灵上 有一丝丝缕缕的 云气透顶而出 如烟而起 在头顶上 聚成一朵 网口大小的白色云脸 转动间 发出铮铮之声 玉石相撞 轻然彻跃 云脸垂下光焰 明灭不定 点点红光蹦射 纷纷而落 石海内 一片龟壳沉浮 隐隐震动 形成旋律 形成雷鸣 虽极低微 却震荡气血骨髓 这景象 一直持续到 五十三颗 顶上白脸 猛地而止 归入头顶 不过这并没有碗 不过呼吸之间 一朵淡红色莲花 再次自天灵上浮现 紫花半尺 端立于头顶之上 转动间 用明红色光辉 不断洒下 渗到身内 却是上下凝而不散 汪存叶闭目不动 神色济燃 不知过了多久 缓缓睁开双目 顿时身内 琵琶之声 绵绵不绝 鱼打芭蕉 蒸蒸如玉 身上透出三尺淡红 就在这时 靖室门口 出现一个人影 只见他淡红色 穿着雍容 正是白素素 白素素 本在神像中休养 突有所闻 就从正殿中 转了出去 见得此奇景 心中不由一惊 却不言喻 汪存叶过了片刻 全身震动平息 收了顶上红脸 白素素躬身行礼 恭喜主人 锦声人间二传 院员开卖 见白素素这样说 王存叶微微一笑 自踏上长身而起 嗯 是人心二转 运缘开卖了 专心打磨自身 借龟壳辅助 终于晋升 运缘开卖 感受着一呼一息 都隐隐和外界相应 心中大喜 权力财富都依托外物 而此力量 却由自己掌握 王存叶起身走出静视 谢香陆伯也闻声赶来 白素素见了 说道 此处不方便 我先退下了 见王存叶默许 白素素就此消失不见 回了正殿神像上静养 这时谢香带着陆伯 匆匆赶过来 见王存叶端然而立 气度静命 上前去问着 师兄 你晋升 人心二转了 嗯 二十天专心豪练打磨 终于在今天水到渠成了 王存叶对着谢香说着 不由仰天大笑 笑声中 不再掩盖的痛快 运缘开卖 真缘滚滚 暗语外合 就可使用道家符咒 并且内息 激增一倍有余 由此武力 许多顾忌之处 就可一箭破之 终有一日 这天下法网 国家设计 都无拘于身 这个世界 或许还没有形成客观认识 王存叶来自地球 民外政权的根基 就在于人人平等 任凭你英雄了得 十个士兵就可擒杀 因此万千英雄 只为组织折腰 而在这个世界上 却有别的大道和坦途 一箭层挡百万石 一身转战三千里 或是国家之不幸 却是个人之升华 当然这时仅仅是初步 话说王存叶心中 思潮翻滚 谢香却又惊又喜 人心二传 虽是不难 还要数年不可 一时武和成者 力来少有 听到王存叶的话 陆伯在后面面色通红 显示激动得不能自止 念叨着 老观主 终于可以安息了 我去换下衣服 这就下山去青阳宫 请求任职 王存叶在道观中夺了几步 神态渐渐清明 对着谢香说道 山域欲来风满楼 树欲静而风不止 县令范家和宫门几位 都想对我动手 许多事情迫在眉睫 只有我受得更张力 许多事自可放开周旋 不必这样遮遮掩掩 凭空音身份束缚了手脚 说到这里 王存叶冷冷一笑 到时我还要摆庆观宴 请他这几位过来 看他们脸上是何颜色 谢香看着王存叶此时说话 鹰气直冲眉宇 直到此话在里 压下心中不舍 你说的是 我立刻为你取点钱去 城中或许需要不少花费 说完就走向房屋 王存叶望着谢香背影 谢香心中不舍 他又怎么看不出来 不过想起宫门县里的暗流 不由眼中寒光一转 心中默默思量 陆伯见谢香走了 步履急促地走过来 恭喜灌主敬声 这大眼灌复兴有望了 说完语气一顿 迟疑地说着 灌主 您也要注意休息啊 王存叶大会一休说着 这我知道 只是现在外面步步紧逼 我不能有半点直至 等何伯之事一晚 自有空闲 陆伯听了 漠然不语 攻了攻身 退了下去 王存叶起身朝偏殿走去 片刻带正了套官 换了一身正跑出来 这时谢香正好过来 联盟将几张银票递杀 你路上小心些 我在罐中等你 这一共是二百两银钱 你拿着用 王存叶盯了 心中一酸 这是罐内全部银子了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接了银票 转身离去 这时深秋近东 台阶左右 竟是枯草落影 王存叶漠然不语 快步在台阶下骑行 又沿着路途而去 一个时辰之后 到了以水河岸 在河岸等了片刻 就有一只百渡船经过 招手示意 船家看见 连忙停靠过来 问着 道长这是要去哪里啊 府城多少价钱 王存叶询问这价钱 一百二十万 到了入夜前就能到 行 王存叶听了 觉得价钱差不多 算是合适 就不再磨叽 直接跳上了甲板 船家一乘船 船离河岸朝河中心市去 到了中午和黄昏时 给我弄两顿饭 我凑着给二百万 王存叶对着船家说道 船家听了顿时应了 行 我做饭的时候 多做一份 小舟一路在河面行驶 到了中午就过了云崖县 船家做好了饭 送上一条鲤鱼来 虽调料不多 却还鲜美 王存叶就着吃了 经过了福陀山时 已是黄昏 离府城不远 王存叶起身走出船棚 看看夜色 又用了碗点 客官 到了 船到了 船主说着 王存叶点了点头 取出两串铜钱 递给船家 自甲板上下去 到了河岸上 到了里面 夜色蒙蒙 王存叶进了城 想了想 没有直接去道工 街道还算繁华 走了一小段路 就看见有一个旅店 这时门前挂着灯 伙计就上前来迎接 见王存叶穿着道袍 就喊着 哎 这位道长 住店啊 住店 来见清静的单间 伙计引着进去 一间香发 虽是小了点 的确清静干净 伙计开门点灯 打来了洗脸烫脚的热水 又送上一杯清茶 等王存叶都洗完了 说着 道长安心 有事只管吩咐 说吧 端着水出去了 这时天已经黑了 一轮明月渐渐升起 柔和的月光 洒落下来 王存叶看了看 就去睡了 清晨 王存叶早早起来 赴了银钱 大步向青阳宫而去 小半时辰 就到了青阳道宫门前 就见了两个看守道童 正巧是上次遇到的一批 两个道童显然认得他 道长来了 却不再以道友称之 王存叶轻轻接过这个话题 说着 还请道友通告青阳道宫中 叶明之事 就说大眼观 王存叶再次拜见 见王存叶这样说 道童一惊 拱了拱手说着 道长稍等 我回去通报一声 道童快步跑了出来 对王存叶做了一个机哨 道友请了 执事大人 在玄武殿上等你 王存叶点点头 正门大步而上 一路到了玄武殿前 正了正道观 朗声说着 大眼观弟子 王存叶 求见直视大人 进来吧 立面传来声音 王存叶听了 进了去 就见得一名道人 一语不发 只是喝茶 待得了王存叶行礼 才淡淡地说着 你这次前来 为了何事啊 见这种不音不扬的表情 王存叶心中一沉 这人原本很热情 为什么现在 就这副不耐烦的样子 这时也来不及思考 沉声说着 弟子 功行至人心二转 求担任 从求品法职 受六甲六丁服录 说着就沉然下拜 叶鸣正在喝茶 听了言语 顿时一口茶水喷出 呆呆地看着 什么 先人二转 你才多少天 王存叶又沉声说了一遍 弟子功行人先二转 求担任从求品法职 受六甲六丁服录 叶鸣听清楚了 吐了口气 将师太收敛了 原本他觉得此子处事偏激 并不对他看好 因此态度冷淡 但是现在却又有心思 十五岁运云开卖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了 叶鸣细细地打量着他 沉吟半傻 不由站起身来 在地上来回踱步 半傻才对王存叶说着 你这晋升的速度也太快了 考核道业虽由我主持 可是这事还需告知道政 说完转过身来 您是王存叶 你对我青阳宫怎么看 此子这样天资纵横 上次一戒只怕自己看走了眼 这事还要道政定夺 因此看王存叶心中 对青阳宫是个什么态度 王存叶思量片刻回应 道宫巍峨大计 宫中弟子多为英姐 执掌天下道观之牛耳 毫不为过 叶鸣听了微微点头 沉吟说着 你现在就跟着我去见道政 王存叶应试 两人一前一后向道宫政殿去了 来到政殿门口 看守政殿的两个道统 见是两人相伴而来 其中一人又是执事 不敢左来 纷纷翻腰攻身 齐声说着 见过执事大人 一鸣点了点头 没有言语 公身向里面说道 弟子叶鸣求见道政 叶鸣话音刚落 眼前殿门分开 进了去 进来 里面传来声音 叶鸣听了 起身向正殿中去 王存叶也是跟上 正殿内清烟寥照 云榻上道政坐着 叶鸣走到跟前 沉声说着 大眼灌王存叶 晋升仙人二转 运源开脉 地上次考核 道业不足一月 弟子眼光不足 恐怕有误 特请道政亲自考核 说完 理了礼衣袍 俯身跪下 真是这样 此子惊人自至 还望道政决断 多多培养 光大道门 叶鸣这话毫无犹豫 丝毫不避讳 王存叶在场 道政听了 只是默然挥手 令他退下 叶鸣见了 不敢违抗 起身退了出去 在外面静静等候 这时正殿之中 除了道政和王存叶 别无他人 轻烟缭绕 道政取下扶尘 横空一舞 顿时 电门自动闭合 道政俯视看下 屈指一弹 一枚人心符 向王存叶飘去 你说人先二转 运营开脉 就用此符路测试一下 我好走个程序 王存叶连忙双手接过 起身将符路拿住 向身上一贴 这符路感应到 王存叶内息 顿时起了变化 只见三尺弹红 照耀正点 虽淡薄 却是纯正无比的红色 显示人心二转不宜 色泽略淡 这是说 刚刚健身不久 需要鞏固 道政虽微微有些惊讶 但没有说话 见测量过 王存叶双手将人心符路 双手捧合过来 交予自己 上下打量他一番 将符路结果放下 沉吟不已 神色已变得严峻起来 片刻之后 问道 你可杀了县衙公斋和部长 王存叶猛地一惊 伏地行礼 片刻说着 是 不过此人要杀我 夺我妻 我才打杀了他们